哈喽 兄弟们 大家下午好 我是豪哥 然后前两天不是谈了一个木纳包姜皮的那个料子吗 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 然后那个料子经过两天的撮合之后 谈下来了 咱们进去看一下 小汤已经在里面了 哇 小汤 小汤 花花 你好 你好 我来跟花花握一下手 哈哈哈哈 料子在这里是吧 啊 怎么样 吃好了吧 吃好了 哈哈哈哈 料子就是没给别人看吧 这个料子 没有啊 可能没有吧 高料的话一般都不会让别人看 这个料子你风包的话 肯定不能给别人看的 这个料子确实漂亮 上期已经讲过了 其他我就不多讲了 主要是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如果从这边判断 这边应该是没有变种的 如果能出个一两条手座 这边是读性大一点 这个位置没什么读性 这个位置没什么读性 来 花花 这个已经差不多了啊 全部讲好了是吧 好 然后 现在手机转账还是现金 方便有吗 不算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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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他微信转不了 转不了是吧 对转不了 所以就拿现金 那现金 现金的话我昨天用掉了 这样吧 嗯等着我安排小方 然后你和小方带着他去一趟银行 海派队 然后我先把料子送回去 好吧 花花 我带你去银行 等一下我叫小方送你回来 拿这么多现金也不方便啊 那我就先把料子拿走 好吧 好的可以啊 OKOK 来花花 下次有好料子一定 谢谢啊 那以后的料子也要好 让好客看一下 有好料子一定要记住啊 然后这样小方能呢 然后我们先过去 好吧 你就直接跟小方过去 漂亮 来兄弟们料子已经拿回来了 咱们先研究一下 因为前几天可能上一期的话 大家研究的可能不够仔细啊 不够详细 今天再给大家仔细研究一下 这个料子为什么价值 可以达到一个 哪个料子啊 为什么可以达到一个 186的料子 说实话 像目前这种料子 如果不是显味的话 这个上面有枯显的话 这个料子价值可能会更高 这种就是我们行华里面说的 珠虫显 枯显珠虫显 一点一点一点 像针扎上去的感觉 它们肚心还是有一点的 像这种枯显 然后其它位置 看一下 这个好像有四个的位置 这个我上次看到了 来 这个位置 来 兄弟们 看一下这个位置 它这边是有一个金丝色带 就是显化色的一个地方 就这个显味的侧面 如果这种色花能进去 而其它位置这个显味没进去 这能飘花手足的话 它这个画底的料子就漂亮 真心漂亮 来 看这边 还有其它位置 来 这个一大村 所以重点给的价格 为什么给的这么高 冰村 可能目前的话 像这种底画开的情况 有可能大家看的不是非常清楚 但这种料子一旦起货 这种村的感觉 画冰底的村 这种村就立马显现出来了 非常非常漂亮 这种料子起货效果相当的好 所以咱们堵的就是堵到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手足位置 然后这里水路的牌子挂进位置 都有 非常非常干净的像这种 它的总化得非常好 干净 没棉 OK 兄弟们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吧 如果大家有什么好的一个想法 或者一个独特的见解的话 欢迎视频下方留言 君子爱语 玩之有道 我是豪哥 咱们下次见